看到盘子里摆放那么多枝条 还长出那么健壮的根系 是不是很奇怪 今天就告诉这种培植法 也叫做万能生根发芽法 首先我们要准备好的 就是一些树叶 杂草 果皮之类的东西 把要培植的东西准备好 比如果树枝条 花卉枝条如月季 玫瑰 还有种子等等 建议新手先用比较容易生根发芽的种类 如榕树 乌花果 葡萄 月季 玫瑰 牛油果等 先熟悉培育手法 随便找个盘子当作培育盆 把事先准备好的树叶 果皮之类的放进盘里 这里重点强调的是果皮必须有香蕉皮 香蕉皮的作用前面已经介绍过 这里就不多做解释 放进盘子前把一些枝条修剪一下 全部完成后就找个大黑色塑料袋封存好 放到阴凉地方 期间还要保持里面的湿润 五天左右撒刺水 也就是保持潮湿状态 二十天后打开塑料袋 可以看到枝条长出根系 牛油果种子也长出幼苗 可以撒上水 再封好塑料袋 三十天后再打开袋子 可以看到枝条的根系更加长了 根系健壮 种子全部发芽 还有的长出幼苗 这方式是不是很简单 其实这方法老一辈的人都懂得 也叫堆肥培根醋芽法 老一代人没有生根肥 只能用这方法培植树苗 今天就学习到这 喜欢就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